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薩爾達傳說 今天呢 打算要來玩命喔 今天應該就是 可能會死喔 大概百分之八十會死 今天要去打一個四角獸 這樣子 那 在那個之前呢 我們先要到這個地方 在地圖的東北邊 待在這邊 東北邊這邊喔 之前在這個附近在玩的時候 就會有 一直會有很多人 很多這個遊戲裡面的人告訴你說 這邊有一個湖 叫做 骷髏湖喔 叫Score Lake 你看長得很像一個骷髏 有嗎?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有兩個眼睛 然後 就叫你到 另外一個眼睛這邊 就可以找到一個人叫Kilton 所以 在今天我準備要玩命之前呢 我打算去找這個Kilton 然後就把我自己傳送到這個地方 大家好 我是魏維 歡迎大家跟我來玩 自阿達傳說 所以我還是會玩英文版的 那中文版我也是同時在玩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中文版的這個遊戲的紀錄 遊戲的實況 那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到這個眼睛這邊 那我們打算呢 到另外一個眼睛這邊 因為很多遊戲裡面 很多人都告訴我們要去這個 骷髏頭的另外這個眼睛 所以我們就飛下去 在這邊 你就會看到 另外這個眼睛這裡 有一個好像商店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然後就跟他講話 他說 你是誰 然後就問他說 你到底是誰呢 他就說 他叫Kilton 然後說 他 這個是一個 Monster Shop 這樣 說這個 這個店鋪的名字叫 Frank and Bone 然後說 給我們一個名片 然後說又要把名片收回去 說他只有一張名片 所以 你喜歡 Monster嗎 你可以說 我喜歡或我不喜歡 我就說 我喜歡 他說 你有多愛呢 我就說 我非常愛這個 怪 所有的怪獸 然後這個人就說 我比你還要愛怪獸 就這個Kilton 他非常的愛怪獸 然後說 然後說他 研究這個怪獸 然後所以他 開了一個 店 一個店鋪來賣 所有跟怪獸有關的東西 所以這個 這個店叫做 Frank and Bone 然後說他 到處在這個區域 這個Hairu 這個區域 到處遊歷 然後 不曉得 會去哪個地方 可能會去看卡力克村 或者是 Rito Village 或者是Zola Domain 會去各個地方 然後也會去這個 沙漠地區啊 這樣子 多 他就說 他就要離開了 他就說 在晚上的時候啊 我們在某個村莊 就可以碰面 所以接下來他就不見了 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在某個村莊 跟他碰面 那 我只記得 是要到這個 Zola Domain這邊 也就是這個 人魚的這個地方 在地圖的右邊 地圖的東邊 的 大概 這個地方 我們在解那個 大象神獸的時候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 都是人魚的那個地方 Zola Domain 這邊呢 他就會開店 所以 如果你想要買這個 Kilton的東西的話 就要把你自己傳送到這個地方 這樣 在Zola Domain這個地方 Zola Domain這邊 然後一定要晚上 晚上這個Kilton才會開店 你把你自己傳送到這個地方以後 就看到那邊有一個店鋪 你看到了嗎 這是Kilton的店鋪 這是Kilton的店鋪 一定要晚上他才會開店 一定要晚上他才會開店 然後就去找他 然後就去找他 嘿 然後就說 我們又見面了 然後這就是他的店面 嗯 他說他現在已經開店了 然後呢 你是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說 我們的這個 我們要交換這個 這個 這個 你打的這個 怪獸的這個 部分 怪獸的遺體 然後把這個怪獸的遺體 交換 變成Mum 然後就說什麼是Mum 然後說Mum 是一個 是一個錢幣 他發明的一個錢幣 就是把怪獸的這個遺體 跟他換這個代幣 好像代幣的感覺 換這個Mum 這樣的代幣 然後我們就來轉換 把我們的這個 沒有用的這個怪獸的這個身體 拿去換代幣 那我們就來換一些代幣 換一些Mum 我們就來換 把這個怪獸的遺體 來換成這個Mum 可以換這個龍 龍有60個Mum 龍的這個腳 或者是 這個 我有三 有這個 哥布林的這個 腳 就也可以換 所以我就來換 來換100個 換個200個 換個200個也可以 這樣來換200個 然後就有600個Mum 然後我們繼續換這個 我們這個來換個300個好了 我們這個來換個300個好了 好 這樣我們換了很多很多的這個代幣喔 這樣子那 那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花一些代幣 就要先跟他買一些東西 有什麼東西可以買呢 這邊這些東西就是你可以買的 這樣 這邊有很多可以買的這樣子 你可以買這個藥水啊 可以這樣 不過你可以買面具 可以買 你想要當豬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面具 只要99而已 那或者是可以買這個 這個比較高大的豬的面具 是199 或者買這個面具是299 或者買這個四角獸 這個面具是999 或者買這個 這個 或者買這個 還有買這個 最酷的就是 黑暗林克的衣服喔 1999 這樣子 還有黑暗林克的 這個頭巾 黑暗林克的衣服 然後黑暗林克的 褲子這樣子 所以 你就可以買這些 不過如果是你來到這個地方 可能沒有辦法買那麼多東西喔 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打完一個神獸的話 打完一個神獸 任何一個神獸 我猜 你就可以買這個 這個豬的 然後打兩個神獸呢 你就可以買這個 打三個神獸呢 就可以買這個 那我現在是四個神獸都打了 所以可以買這個 然後連 這個黑暗林克的 這個衣服都可以買 所以我打算 先買 我也不知道 買黑暗林克的衣服 然後再買黑暗林克的衣服 剛才是買頭巾 現在是買衣服 然後買褲子 然後我來買這個 四角獸的 呃 半獸人啊 的 呃 面具 然後買這個 呃 龍的這個面具 然後買這個 豬的面具 然後我再買這個 呃 小豬的面具 好 那我就不買這個 錘子了 這個 我買過 沒什麼用 是好玩用的 那 呃 我來買這個 馬的這個 照馬的這個 馬具喔 這樣子 然後也買這個 馬具 在這邊 好 那我們大部分都買了 這個就是要等你 呃 就四個神獸都打完 或是你可以打一個神獸 就可以買其中的幾個面具 這樣 這次是遊戲的 好玩的地方 就可以換裝 那 我們就跟他說 拜拜囉 因為大部分東西 我們都買好了 所以如果你買了這個 黑暗林克的這個 衣服的話 我們現在就可以換 黑暗林克的衣服喔 這樣子 換給大家看 這樣 你就變成了 很酷的 黑暗林克 帥吧 這樣 怎麼拿到這個衣服的話 就是看今天的短片 就是找那個Clilton就對了 那或者是你可以換 這個 半獸人的面具 這樣 你看 換半獸人的面具 像半獸人一樣這樣 他的手 這樣 你換這個面具有什麼用喔 就是你戴這個面具 這個半獸人喔 或是四角獸 可能暫時 他就 以為你是四角獸 不會攻擊你 可是 這個半獸人 或是四角獸很聰明 他看看發現 你不是真的四角獸的話 他就會攻擊你 所以這只是暫時的防禦 或者可以換這個 如果你碰到這個龍的話 你戴這個龍 你看他就變成真的好像龍一樣 這樣 龍就不會攻擊你 或者你可以換 這個 比較高大的豬的這個面具 這樣 如果你換這個面具的話 豬也不會攻擊你 或者是你換這個 這個小豬的話 換這個小豬面具的話 小豬看到你 也不會攻擊你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 準備要 從容就義的 這個前半部分 就是 教大家怎麼樣拿到這些面具 那 接下來後半部分 就是我們要去 看會不會死喔 這樣 大過年不要講這個 看會不會 能夠成功的過關 好這樣 我們把我們自己傳送到哪邊呢 傳送到 我們蘇醒的地方 就是蘇醒神廟這邊 在哪呢 在哪 在哪呢 我猜大家在 這裡 蘇醒神廟這邊 就是我們剛起床的那個地方 遊戲剛開始的地方 傳送到這邊 這樣 你把你自己傳送到這個 一開始這個地方的話 就可能我們要去 從容就義了 這樣子 嗯 這個也是我拖到現在才玩 然後真的要 不玩這個地方 也沒有關係喔 要玩也可以 那這就是剛開始遊戲的地方 剛開始遊戲的時候 就出來這邊 然後就看到這一大片的這個 這個 景色 然後呢 往 右邊看 就看到老人 然後就會往老人那個地方 過去 這樣 那你可能不會想說 要往左邊走 這樣 那如果你往左邊走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就會到一個 你會就看到 這邊有一個 很高很高的 這個石頭 這樣 那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有上去這個石頭 這個地方 有一個 小樹精喔 什麼克羅格的果實 如果是中文版的話 那 對 我有在玩中文版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玩中文版的話 也可以去看 那 除了 可以在那邊 找到一個果實的話 你再往 再更往 那邊 再 那個方向再繼續走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 鬥獸場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怪 你可以跟他打 然後最厲害的怪 就是下面有一個 呃 四角獸 而且是黃金的四角獸 所以 我今天就打算去打這個 鬥獸場 把所有的怪都殺死 然後 用我們的這個 呃 用我們的 新的這個 面具 這些道具 然後最後 最下面那個 黃金的 這個四角獸 這個半獸人 我就 不覺得 我會成功的 打死他 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 飛過去 怎麼講 接受挑戰 好 在這邊 這邊 這邊你會發現 有很高很高的山 這樣 那你就可以 我們之前是因為 我們沒有滑翔翼 一飛就會 一過去就會死 所以 呃 我們就過不了這邊 那如果你有滑翔翼的話 其實就可以到這個 很高的石頭 不過你也爬不上去 這樣子 那 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 飛過去 或者說 你先飛過去以後 然後再爬上去也可以 都可以 那我就打算 飛過去 然後就去打這些 怪獸 這樣子 在鬥獸場 這邊 那應該在這個很高的這個 石頭上面就會有很多 克羅格的果實 應該是有兩個吧 在這邊 你看那邊有一個 我之前解的 我之前解的 然後這上面也有一個 在哪 這上面 這上面也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解 你把這些都解掉以後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很 很奇怪的建築喔 這樣 這我自己打的時候 沒有打 因為這個我想說要 錄起來 因為我可能會死 然後這樣 呃 這個是一個鬥獸場 那這邊就有很多的怪獸 你可以 下去打他 這樣子 那我們就 跳到這邊來開始 去打怪獸 這樣這個叫 鬥獸場遺跡喔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就到這邊 痾 痾 然後我們就來做一下研究喔 你看喔 你看下面這個怪喔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很大的豬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來戴個面具 也是很大的豬的面具 在哪呢 在 衣服這邊 這樣 很大的豬的面具 然後我們就跳下去 這樣你看 我跟你一樣 我們是同類 我們都是豬啊 這樣基本上你就不會有事 那你可以選擇要跟他打 還是不要跟他打 不要跟他打 他也不會打 這樣 你要跟他打也可以 那我就打算跟他打 那我們先換一個劍 先換一個 這個 這個 38個 然後 我來把他固定住 我開始揍他 然後準備好我的 弓 他要起來 這樣他就被 殺死了 可以拿他的武器 不過我就不打算拿他的武器了 那我就繼續 跳到這邊 去打 這個 其實不打也可以 我講過很多次 但是我就是想要打 我就來這邊 就是要鬥獸場 就來把他們全部都殺死 那這地方在哪呢 這地方就是在 在 蘇醒神廟的附近 就一開始那個神廟的附近 還要休息耶 還要休息耶 休息耶 這樣 第二位老兄也把他解決了 那接下來是第三位老兄喔 那為什麼一定全部要把他打死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就覺得 全部打死還蠻酷的啊 看一下這下面是誰 我在下面是個龍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戴龍的面具 那先把這個 這一層的這個豬 全部都打死再說 他不會打你的 因為我們是同類的人啊 是吧 他這個 盾牌真的超讚的啊 我們等一下就想要要他的盾牌 我們先來 固定他 阿勒 這樣他就死了 那我們就把 這個 我看我們的刀是不是快要壞了 還有耶 還可以 那我們就把這個盾 這盾超讚的啊 我們就把這個盾換一下 把這40的丟掉 然後拿這個 55的盾 好 讚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下一層 下一層我剛才看過是龍 所以我來把我的面具換成龍 所以我來把我的面具換成龍 沒事 他覺得我們是同類 他很高興耶 他要舔我們 這樣事實上我們就可以把他固定住 好 轟他 射他 射他 我 刀居然沒了 我來換個刀 換這個 54的 這樣我就有這個 30的這個冰凍的刀 不過我覺得這個不太好 我把它丟掉 然後我想要拿 剛才這個人的刀 我覺得剛才那個刀好像蠻不錯的 發電的那一個 這個 還在 23 嗯 好不管了 那我就還是拿這個 這是我剛才丟的盾 所以我們就來到第二層 然後我們殺了一個 殺了一個 這個龍以後 我們看一下這附近還有什麼怪 好那邊 那邊還有一個龍 這邊又有一個龍 還有兩個龍 可以都不要管他 那我就打算都要管他 還有點笨 嗯 這樣我就換成剛才 這個技快要壞掉 等一下我們打完他 打完這個怪再換好了 掉下去了 目前打了一鐘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這個盾牌先 我們先把我們這個劍先移掉 然後把我們的盾牌也先收起來 來 所以目前這一層我們解決了 那我們去到下一層 這樣如果戴錯面具就沒什麼效 這樣 然後最下面有一個 看到了嗎 最下面有一個 四角獸 我先不要被他看到 你不要看我 我不要看你 最後再來打他 剛才那個龍又回來了 剛才那個龍又回來了 要 要 這個 沒有武器 這樣我們就把這個龍殺了 然後再把武器收起來 好這樣我們把這一層的龍都殺了 不過我們這裡有一個他的盾牌也不錯 我們來換他的盾牌 把這個40的盾牌丟掉 然後拿這個 這個盾牌也是50多的盾牌 我先把這個盾牌收起來 我們就繼續走到下一層 下一層是什麼呢 下一層是豬 所以 這樣這個豬看到我們 哎我們是好朋友呢 因為我們是同類 這樣他不會殺我們 不過我們可以殺他 看你要不要殺他而已 那我就打算要殺他 我要準備好我的武器 我的武器就是這個 54的 然後把它固定住 然後換一個武器 換一個武器 換這個發電 所以我們把這個火的武器 就這樣我們把這個火的劍拿起來 火的劍也導電 所以我們先 remove 先不要拿 接下來我們就來找下一個 下一個怪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豬 不過這豬看起來好像比較厲害 所以 我還是打算要跟他決戰 反正今天就是 抱著這個決心 等一下我先補一下血 才開始對我們沒有什麼戒心 準備好我們的武器 準備好我們的武器 我們來一個 58的 52的好了 把你固定起來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的武器實在太厲害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 又來丟這個 盾牌 因為他的盾牌實在不錯 我們把這個 40的盾牌再丟掉 然後拿這個 哇 全部變成50幾的盾牌 好棒 好 所以我們這一層的都打完了嗎 喔沒有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那邊 好到最後就有這個 怪在這裡喔 看到嗎 四角獸在這邊喔 這看起來好像不是黃金四角獸耶 我怎麼記得這邊是黃金四角獸 反正 這邊 很可能會死 這樣 在死之前我打算先解決那個 從這邊過去 然後從那邊飛下去 飛到那邊 去找那隻 蜘蛛 那蜘蛛 那蜘蛛 這隻書看起來很厲害喔 不會也很笨 讓我們很高興 這樣 我剛才突然死了一次喔 為什麼 因為 我被那個下面的 伴獸人看到了 看到了 哇太厲害了 呃 我們就先下去打這個伴獸人 不過在那個之前 我想要 換一個服裝 剛才大家看到我被 電到了 這樣子 一電到 你看就吃了這麼多血 第一次電到 就 就死了一命喔 這樣子 太強了 那 我打算 先補充一下 我們的 能量 這樣子 先吃一點食物 我來吃一點 我來吃一點 這個 肉 然後 我來固定它 哇 好厲害喔 來不及把劍收起來 我想換一個劍好了 換一個用單手就可以拿的劍 來換一個這個56的劍 趕快再吃一下 食物 沒笑嗎?沒笑嗎? 用爆彈比較快 好 這樣他就死了 還有這個弓箭還有這個盾 那我就來換一下好了 換 本來這個18 本來這個射一個劍的我把它丟掉 換成這個 盾牌 盾牌的話 我來換一下把這個原來的 這個42的最爛的 丟掉 換這個 盾牌 盾牌有62 這樣子 好 這樣 我們就把鬥獸場的 所有的怪 都打死了 還有一個 就是剛才這位老兄 我們來上去把它解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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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 就他 好 這樣 我們今天 就把 鬥獸場的所有的怪 全部都殺了 這樣子 那我來把我自己換裝 換成 比較正式的服裝 來換一個這個 換一個這個 換一個 換一個這個 真的好驚險喔 這樣 這就是 鬥獸場 然後也分享大家怎麼樣 拿到 這個 不同的 面具 蠻驚險的 蠻驚險的 差點死掉 這邊好多爆彈 不知道在幹嘛的 還有這個老兄 還在看 都被我打死了啦 沒有什麼好看的 裡面沒東西了 裡面沒東西了 這就是 鬥獸場 嗯 裡面的怪 這樣我們是 我們是怎麼來的 我們就是從 這個 蘇醒之地喔 飛過來的 然後把裡面的怪 全部都殺了 這樣 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那 明天的話呢 我們還有想要解一些神廟 好像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地方沒有去的 我想要秀給大家 那我們明天見 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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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